澳大利亚珍珠鱼刺激网站11月9日文章 原题 澳中关系 外交与不战而胜 奥尔巴尼斯总理的中国之心是我们深受鼓舞 对话对于关系的维持和发展至关重要 这是此次访问最重要的方面 其重要性远超任何具体成果 此次访问是逢前总理 惠特拉姆访华50周年 时间上的巧合意味着 澳中双方不会注意不到 奥尔巴尼斯此行的象征意义 最近我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澳大利亚研究会议 与会中国学者都对双边关系改善 感到乐观 显然阿尔巴尼斯此次访问 并不标志着惠特拉姆式的政策大变 相反 两国的目标一直都很明确 那就是稳定两国关系 但即使是这一温和的目的 也值得欢迎 中国是我们的最大贸易伙伴 就大多数商品和服务而言 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弥补过去几年 失去的中国市场份额 在北京举行的会谈是实质性的 接受媒体采访时 澳总理强调 这次会晤的目的是进行接触 并建立一种积极关系 这不是事务性的 换句话说 这是为部长级和官员层面的持续交流 奠定基础 以便在未来数月和数年内 解决一系列双边和多边问题 最重要的是 阿尔巴尼斯此次访问和会谈表明外交很重要 别再说什么需要准备与中国开战了 今年的墨尔本杯不战而胜 我认为这是个好兆头 香港南华早报11月8日文章 原题报道称 澳大利亚缺乏独立外交政策 长远而言 损害对华关系和自身利益 澳大利亚著名智库中国事务的一份新报告指出 澳大利亚受制于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不能形成独立外交政策 浙江危及澳中关系的长期稳定 报道作者称 中国的主流观点认为 澳大利亚以坚定地步入美国的轨道 成为美国的附庸国 澳大利亚珍珠于刺激网站11月9日文章 原题 阿尔巴尼斯的中国之心倾听未来 50年前 惠特拉姆在北京天坛 将耳朵贴在回音壁上的照片 催生了一个段子 有人对他说了什么 答案是没有 当时中国餐馆和商店里服务员的 普遍回答是没有 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 而在今天的中国 商品和服务应有尽有 中国是众多行业的世界车间 今天 内鲁强可能会对阿尔巴尼斯总理说 共同繁荣 这并不是什么俏皮话 总理在中国问题上 接受了所谓的 惠特拉姆遗产 这是值得欢迎的 在有大量华裔选民的选区 这无疑会受到欢迎 因为 这些选民坚定反对上届莫里森政府 激怒中国的政策 随着阿尔巴尼斯的访问 澳中关系中 大部分悬而未决的障碍 已经或即将被消除 我们应向澳总理表示祝贺 因为 他成功地将两国关系推进到这一步 尽管在国内 以及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中 有许多人试图阻挠这一复杂政治进程 但他们和黄英贤保持了前进是同 可以肯定 澳中在贸易 军事和战略问题上 仍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 且因美中地缘政治竞争 加剧而更加突出 但若没有持续的高级别政治对话 澳大利亚在上述任何领域的利益 都无法得到推进 这正是澳总理的目标 也是他已经在做的 谢谢大家